很多同学还不会画小木屋 今天来教大家画一幅简单又好学的 首先在中间画出一根直线 然后在上面给它加上两座房子 这里要注意右边的房子要挡住左边的房子 再给房子加上大门还有窗户 然后画出房子的细节 并加重暗部的颜色 画完左边咱们接着画右边的这个房子 这里注意两个房子之间的遮挡关系 接着在后面找出一根水平线 在上面画上两座大山并加重暗部颜色 在山的前面加上一排树虫 防止着周围画上两颗清晰的大树 看起来更加丰富 然后在旁边加上一些围栏 然后在前面画出小鹿两边的弧线 接着画出鹿面的颜色 然后在鹿的两边加上一排小草丰富一下 同时在鹿的两边 我们也可以画上一些内容进行点缀 最后在天上加上几只小鹿